Hello 今天是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為什麼星期二呢 我會拍片呢 因為我們終於船運那些家檔 終於到了多倫多了 我們今天就要去機場附近的海關 做一些清關手續 再給搬運公司處理之後 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我們就可以把家檔搬回家 等了很久很久 因為我們預期中延遲了一個月左右 這個月看到有些傢俬 又不知道買不買好 好像很不方便 但又覺得買了很快的家檔有來 所以這個月是很難捱的 我們現在就要駕駛大概一個小時的車去機場 去做一些清關手續 出發 好 駕駛了一個小時的車 終於來到Pierson的機場旁邊的大樓 根據Google Map 應該就是我身後這一棟 在這個2720 2720 不知道是甚麼B字頭的 不知道是甚麼路 上去處理一些 交文件 處理一些手續 就應該可以了 超級順利 我們已經搞定了 進去五分鐘不夠 就已經出發了 一來 今天我們可能平一來 完全沒有人 去到那個時候 那個辦公室 非常好人 很熱心地解釋 很好地解釋 其實原來我們不需要B4 因為我正在持續工作 所以就把搬運公司 叫我們刷新的貼文件 全部都給它 便可以了 如果是WR permit 的話 就記得自己帶回那份證本的WR permit 還有Passport 它就 Photocopy 了要的文件 之後 它就會在一份東西 裏面就 stamp a stamp 我們現在出發 便去將這份證本的證本 Dropocopy 給我們搬運公司 應該就完成 一個星期後 我們就收到箱了 GoGoGo 一個星期後 箱終於來到 我想賺這間公司的搬運公司 非常好 我們住康島 也肯幫我們搬上來 搬的過程 又是很細細地放下 過程就非常順利 事後開箱都是無村無難的 所以我非常滿意 22年5月6日 看到我今天穿得漂亮一點 搞甚麼呢 就是來看櫻花 這兩個星期就是多倫多這邊的櫻花期 櫻花節 櫻花花季 櫻花花季 今天是星期五來的 我們就來到 斯加坡近一點點的地方 先來看櫻花 我們明天就要到Downtown High Park那裡 看一大片櫻花 對比上次去Tuku Pond 已經隔了一個月 左樓了 已經看到完全沒有雪 開始錄了 草呀 樹呀 開始生出來了 整個感覺是開心很多 走了一輪才發現自己走錯路 正確的位置我會貼在這裏 下年想去的朋友就不要坐過了 我們駕車來到這裏 我們就拍在路邊 就這樣看都看不到 雖然不是說很多 但未見過 沒有去日本 我未試過4月 櫻花的時候去日本 可能今天是平日 眼看都未算很多人 而且不是說很飽滿 很盛放的感覺 我們明天去的Downtown High Park 就會漂亮很多 我已經看到IG 人們傳出來的照片 已經是超級漂亮的 跟我們認知上的有一點不同 就是多倫多的櫻花是偏白的 這棵的話比較粉烈 在這裏玩了大半小時 只有眼前那麼多 不過拍幾拍我們都玩完了 我們比較期待明天下去這個Downtown High Park 看看會不會有更加飽滿 更加震撼 不過我相信場面都會很震撼 因為一定很多人 因為明天星期六 而且因為櫻花太脆弱了 花期很短 一兩個星期內一定要去追花 所以就看看明天怎麼樣 明天見 早晨了 終於來到第二天了 我們早上這麼早 7點鐘了 起床 開了一個小時的車 下來 因為早上要打扮一下 做點東西吃 總之咪咪摩摩下來 就10點半了 來到這個High Park 那我們都比較順利在附近的民居上 就找到死車位 那麼停車位 現在在走進去 開到下來 其實是很明顯 很多人都是在湯灘來 在樓灘看櫻花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High Park 應該是東面的入口 地圖我也會這樣卡出來 明年大家想去賞花的朋友 可以依照這條路線 來到這裏 這個櫻花旗的公園 駕駛不到車進去 所以一定要在附近的地方 拍下來 然後自己走進去 我們來到這個公園的入口 就會有警察 做回路線 不讓車進去 入口 HIGH PARCHERRY BLOSSOM 今天天氣真不錯 現在5月7日 昨天10度左右 很大風好 好處都是穿雨容 今天這裏沒甚麼風 又有陽光 即使是十多度 都不需要穿雨容 有乾爽 他一直都有指示牌 他就告訴你 是走哪個方向 好像前面粉紅色那塊牌劑 你看到 在外面外圍 可以看到少少櫻花 看到嗎 這裡 好 走了大概5分鐘 還未到的 但看到已經 散散落落有一兩棵 但已經是超美 超飽滿 經過鏡頭之後 在螢光幕看看大家 有甚麼感覺 我現場看起來 覺得很茂盛 很棒 看到了 看到了 那邊 不是 看到了 看到了 人們很放鬆到 過來野餐 Oh my God 不只是這裏 是這個草地的另一邊 還有一堆 好了 又是時候打架了 A few moments later OK了 拍了一段照 我們現在 就出去 吃個午餐 因為早上就是咬了少少東西 我們等一會 吃完午餐之後 就會去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拍到CN Tower 在這裏拍了大半個小時 我覺得有感受 是非常好的 雖然因為是一個景點 但因為 它的樹夠多 空間夠大 就算有很多遊客 你都不會說 拍照打個卡的時候 背後會有很多人 你總會找到這角度 是拍到 只是拍到你自己 沒有後面的人群 還有很茂盛的 櫻花做背景 所以我覺得 是絕對值得來一次的 比較要注意的是 再說一次 因為櫻花期 真的比較短 可能只有一個多星期 是它盛開的時候 所以就自己 要夾好時間 夾好日子 避開這個繁忙時間過來 就一定會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就算不拍照 就這樣看 也會覺得很震撼 醫院圖仔 我們來到下午的一個行程 就是去Trinity Bellwood的一個公園 都有櫻花影 但是就沒有Hyper 那麼多 好過好在 它就是一個位 一個打卡位 可以在櫻花樹林裡面 幾棵樹那裡 中間拍攝著CN Tower 一樣 我們就在附近的民居 那裡 就拍下車 因為這些櫻花節 就算是My Bill 那些位置 都會爆光了 我們寧願走遠一點 就去民居那裡 只要你不要隔離別人的路口 那些消防署 你不要隔離那些消防署 就不用駛發車了 簡直是意料之外 我們終於來到公園了 聽人說 因為每個人都在多人多看 櫻花一定是去Hyper 想不到來到這裡 是近市區的 但是那些樹密很多 看上去是集中很多 畫面是再漂亮一點 想不到 OK的 但只是這裡 走進一點應該沒有 就只有這裡 大家看看 外面已經是馬路了 那些市區 好 打卡時間 好 我們拍照了七七八八了 是時候給你們看看 我們那個第一身試過 怎樣 外面已經是很近 看到一些市區的地方 車的馬路 所以基本上 就在公園的馬路旁邊 不像外國那些什麼 Lational Park 那樣 是一大個公園 因為公園很小 那些公園很小 超近 超多 超集中 不過這裡好像比起 High Park 是再白一點 那些櫻花 它的葉就是白 然後裡面 看進去裡面 就是紛紛的 在集中和茂盛的程度 一定是好過 High Park 但是因為比較 可能太近這個馬路 市中心 人呢 就再集中一點 哇 你看看 由中間 到到樹頂 全部都是開了的櫻花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小小一個地區 一個地區 就像一個地區 我們是打開的櫻花 我們是在做的櫻花 我們是在這 就知道